故事发生在黄土高坡的一个偏远山村 石井村位于太行之巅 百年来都存在热缺水的问题 到十几里外挑水 是目前唯一生存的方式 祖祖辈辈在这里打了无数口井 也没能见到一处水源 可即便如此 石井村也从未放弃过希望 他们不怕面对无数次的失败 因为他们需要的只是一次成功 恰逢村子里赶集唱大戏 高考落地的英子也正赶回家乡 一同回来的还有村子里的 第一台黑白电视机 年轻人把电视机团团围住 只有远处的望泉一眼看到了英子 两人在学校时就是恋人 重聚的喜悦让两人都满目春光 石井村足够的偏僻 不仅找不到水源 甚至连电视信号都没能找到 石井村的生活虽然贫苦 天不亮就要去打水谋生计 但石井村的村民依旧淳朴乐观 打水途中永远能听到 相互鼓劲的呐喊声 也许这就是百年来 村民都不愿搬走的缘故吧 望泉的父亲是打井的主力 但高负荷的工作 让他患上了肺病 望泉也为此心疼不已 因为缺水 村子里的女人大多都嫁了出去 打光棍的不尽其数 家中实在是太穷了 望泉的爷爷已经不再奢望 能用井水来挽救村子 为了能让两个孙子都有个归宿 他私下里同意了 隔壁寡夫喜丰的行求 决定把望泉架过去做倒叉门 爷爷知道望泉心里不会答应 索性对婚事只字未提 只是寻了个打工的借口 让他来到广夫喜丰的家里干活 喜丰十分钟意认真干活的望泉 望泉吃饭的样子 像极了孩儿他吧 他说你吃饭的架势 真想敢秀秀他爹 抽烟做活 说出哪有点像 烟不停地递到望泉的嘴边 更是拿出了钱 让他置碗新衣服 但望泉木呢 没能明白喜丰话中的意思 直到喜丰娘进来 恭喜他过门 才听懂这一切 望泉没有生气 只是收拾了东西赶紧回了家 他知道自己家都四壁 长辈们这样做也是无奈之举 但接受过高等教育 自由恋爱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望泉没有回家发脾气 只是找了丽英子商量对策 然而最终决定一己私奔 等生米煮成熟饭 再回来认罪 两人还没能走出村口 就被万水爷救回了家 爷爷为了他的婚事操碎了心 好心没好报 还唠了个离家出走 晚盘摔碎了一地 望泉蹲坐在角落不敢抬头 英子就在门外站着 两人相隔不足无耻 但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就在这时 众人被村子里的爆炸声吸引了过去 挖井埋放的炸药迟是没有动静 却被望泉的父亲钻进去时 发生了爆炸 当场丧命 村民把遗体抬走后 望泉的二爷疯狂地搬着石头 砸向井内 原来二爷也曾是挖井队的一员 当年被埋在井下一天一夜 救出来后就因缺氧变傻了 父亲葬礼的当晚 爷爷再次提起了婚事 如今父亲去世 自己成了家中的顶梁柱 这桩婚事是如何也逃不掉了 父亲投气的日子 望泉河村子里的干部 再次来到了井边 张队长明确地告诉了大家 以如今的技术 无法精准定位权衍 即便定位到井位 也没这个条件挖井 爷爷的弟弟因为挖井傻了 儿子也因挖井丧命 如今被告知挖不出井 这无异于被判了死刑 因此这天走在街上 村子里热热闹闹办起了婚礼 望泉果然还是没能顶住压力 倒插门加入了西风家中 因此看着望泉眼神中 充满了愤怒 两人相爱这么多年 如今就这般把自己抛弃 望泉也知道自己对不起英子 但除了用眼神表达歉以外 却什么也做不了 望泉虽然和喜凤办完了婚礼 但每天晚上留给喜凤的 只有一个后脑勺 哪怕自己一夜都睡不着 也不敢正眼看她 望泉白天跑到山上干活 这天有心遇到挑水的姑娘 想上前逃口水喝 不巧这个姑娘刚好就是英子 做了亏心事 望泉连水都不敢喝了 想灰溜溜地逃走 却被英子一把叫住 被英子识破了内心 无奈地走到了跟前 望泉闷头喝水不敢直视英子 英子抖进了几棵杂草 想让她慢一点喝 但望泉的榆木脑袋 哪能理解这些 喝完水赶快把碗送回去 才是她的当务之急 晚上望泉依旧不愿通访 可即便是二婚的女人 也无法忍受 每天无视自己的丈夫 喜凤委屈地哭了 或许是出一同情 又或者是白天 见到英子后的死心 望泉选择了接受喜凤 两人也终于在这一晚 正式拥有了夫妻之名 不久后 村子也派来了一场大雪 村民们一早 把雪积载在桶里 等他们融化 就能当水使用 远处的望泉急忙地跑来 他们发现 隔壁村子的双泉井上 刻了两个村子 合作打井的历史文献 这是祖上两个村子 一起打的井 如今却被石门村 霸占使用 归为己有 消息一出 老井村的村民 怎么能不气愤 这么多年来 为了打井 不思劳骨不说 更是搭进去了 无数条生命 村子里所有男人 都抄着家伙 来到了石门村算账 可这边却看到 石门村在匆忙地填井 还没等老井村 开口说话 石门村的村支书 就先发制人 砸了碑文 并且死不认账 即便老井村 搬来了石碑的另一半 也没能阻止石门村 无赖的填井 两个村子的村民 就这样打了起来 对于石门村来说 只是少了一口井 但是对老井村的村民来说 一口井就是一线 活下去的希望 为了护井 忘泉不惜用生命去保护 情急之下 纵身跳入了井中 谁也不想因为这件事 再弄出一条人命 双方都就此罢手 索性忘泉的命大 受了重伤 没有殃及生命 恰巧上面领导 派来调查这个事件 忘泉也因此 成了护井的英雄 只口息 这口井已经被喝干了 即便老井村 真来了也没用 就在希望之门关闭时 又打开了一扇希望之窗 县里正要办一个水文地质学习班 领导邀请忘泉去上课学习 忘泉这次不仅成了护井英雄 也成了村子里的希望 三辈出一个人 十辈出一个神 在爷爷眼中 忘泉是最有文化 最有眼界的一代人 他相信村子里的井 一定能在这一代人的手中 挖出来 菜过五位 酒过三巡 话题也从学习深造 转向了忘泉心中的芥蒂 爷爷说英子兴高气傲 村子留不下他 也是为了让忘泉死心 当初嫁作倒插门 也是无奈之举 爷孙俩的矛盾 也在酒中得以化解 时间如白居过细 一年很快就过去了 忘财来到县城 去迎接忘泉回家 也顺便把英子 接回了村子 这一年大家都在学习 英子也没闲着 忘泉在外深造的一年中 给三四个村子看过水 从来没出过差错 他的名气已经传到了村子里 村之书想趁退休之前 让忘泉再定下一个拳演 也算自己为村子 做出的最后一件贡献 咱村就你们这几个高中生 我把宝压在你们身上 打出水来 我给你们立杯 打不出水来也立杯 告诉咱村的子孙后代 断了香水的面子 永辈子不打紧 听了村之书的话 忘泉下定了决心要打紧 就算打到十八层地狱 拼了性命 也要把这口井打出来 就这样三人成立了勘察团队 在太行山上勘测定点 可忘泉是个公子哥的命 虽然竭尽了全力去配合 但每天翻山越岭 依旧让自己的身体吃不消 只有英子每天不留余力地 跟着忘泉 日子久了 丈母娘看到忘泉 每天早上跟英子一起出门 心里难免犯了低谷 忘泉见自己速度跟不上 索性也直接放弃了 三人团变成了二人组 忘泉和英子也不得不去面对彼此 忘泉认为英子已经恨透了自己 但看着他每天依旧愿意来山上 自己心中满事不解 两人就上次喝水一事 拿出了面说 你不早恨透了吗 上回在山上碰见 连口水都不给喝 那半勺水喂狗了 还说呢 走进去那么多 曹哥姐吐星星 好哥没心肺的 你死了吧你 走了那么热 再不让你慢慢喝 肺还不给去炸了 忘泉终于明白了英子 并不是不让自己喝水 而是担心自己喝得太快 呛出病来 两人也在一天天的陪伴中 化解了往日的矛盾 喜凤也在这个时候怀上了身孕 两人依偎在一起 幸福地商量着孩子的名字 得知妻子怀孕后 忘泉承包了家中所有的租货 更是担负起了早起到尿盘的工作 勘测定点的工作 也在这个时候顺利完成 经过两人不懈的努力 最终把可能存在水源的地方敲定 挖掘工作也就此展开 挖掘工作完全依靠人力 只依靠几个年轻人 确实难以长期进行 这天晚上便决定 给大伙放个假 顺便叫来了村子里的戏班子 来给大家放松 因此看着忘泉一家三口 幸福地在一起 心中充满了醋意 走到了男人跟前 你推我嗓 忘泉看见自己的青梅竹马 跟别的男人打闹 也是一脸的不快 但自己已经有了家世 无奈只能用逃避的方式 来应对这一切 两个本就相爱 却不能在一起的人 就这样相互气着对方 每一招都奏效 可奏效也改变不了现实 戏班子在忘泉的怂恿下 唱起了婚段子 直到第二天 还沉醉在昨日的歌词中 村里的条件不好 能娶到媳妇的男人不多 也不是人人都能像忘泉一样 有人疼爱 大家在围着火把跳起了舞 旁边的小伙问忘泉 听了婚段子是不是毫无反应 忘泉对此拒不承认 并张嘴还击 对于这个年龄段的男孩来说 荷尔蒙的分泌 代表着男人的尊严 为了保护自己的尊严 更是不惜动起了手 小伙造谣忘泉身上藏有女人的衣物 打闹钟居然真的从忘泉的口袋里 翻出了英子的内衣 看着灰溜溜离开的英子 忘泉似乎明白了 忘泉夺回内衣 嘴上骂嗓着 有人名里一个 案里一个 听到这里忘泉算是明白了一切 来到井下 对着忘泉就是一拳 忘泉趴在地上哭嚷着 自己活了这么大 连个女人味都没曾闻到过 听了忘泉的话 忘泉也清楚视力 老井村的男人 确实有太多打着光棍 土地的贫瘠 让生活中充满了压抑 男人们守着祖上传下来的土地 女人却都嫁出了山沟 如今交通如此发达 女人们的眼界也越来越广 自己是幸运的 就算是倒插门 也是让不少男人羡慕 想到这里 忘泉也更加坚定了 挖井的决心 但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就在大家往下深挖的时候 井口发生了坍塌 忘泉被埋在了落石之中 忘泉和英子也被困在了井底 挖出了已经没有呼吸的忘泉 英子也绝望地哭了 两个人依偎在一起 度过了三天三夜 眼看着生命将近 两人无心在顾及人伦道德 为了死而无憾 两人终于做了回夫妻 可没想到的是 两人最终活了下来 病房中的英子 对此事知词未提 忘泉也把他当作秘密 藏在心里 再次见面已是寒冬 忘泉埋在了井口附近 英子看到手足无措的忘泉 知道井下做的事情 让他左右为难 便决定离开村子 永远地消失在忘泉的生命中 忘泉的牺牲 更加不能阻止这口井的深挖 但村子里的资金中断 不得不中断了工程 唯一的办法就是 召集全村筹钱挖井 村长带头捐钱 爷爷更是捐出了自己的棺材 但村子里已经挖了无数口枯井 没人相信这次能有结果 就连村子里的年轻人 也说着风凉话 筹钱挖井不如攒钱娶媳妇 面对大家的无动于衷 喜风带头捐出了家中的缝纫机 英子的妹妹 代表英子捐出了他预备的所有家装 其中还有当年带回来的电视机 英子独身一人走出了万重大山 去寻找新的生活 他把自己的嫁妆都给了这口井 也是给了心中的望全哥 看着台子上满满当当的嫁妆 没人能不被为之撼动 终于在整个村子的合力下 攒够了挖井的钱 井最终成功地挖出了水来 井口的石碑上 圈刻着千古流芳和老井村 打井石碑记 刻上了老井村几百年来 为了打井而死去的一串祖辈的名字 不仅是怀念故人 也是要让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 千古流芳 八十年代的中国 创造了许多神奇的电影 影片《老井》就是其中的一部 整部影片的基调略显沉重 老井村最后打出了水来 可是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望全不仅失去了父亲和朋友 还失去了自己的爱情 借着打井的故事 叙述着爱情悲剧 故事平淡而简单 但却又充满了精神力量 与人文内涵 导演张天明运用着现实主义冲作手法 将中国农村的生存现状 与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得淋漓尽致 更加令人钦佩的是导演的独特眼光 把自己的摄影师作为影片的男主角 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 不过事实也证明了一切 张艺谋凭借自己的努力 出东萤幕就斩获三座影帝 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成就 也是他精彩的影视生涯开端 张艺谋此后的影视作品中充满了老景的影子 尤其是在色彩应用方面 事成正天明 影片中的色彩主要保留了红色 蓝色和绿色 红色在影片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不论是望全长穿的红色英斗衫 还是英字的羽绒外套 都是积极乐观的象征 即便是面对死亡 红色也承载了中华文化中 曲鞋神佑的含义 尤其是父亲死后的那颗红棺材 可人世界上的冲击更是前所未有 对色彩的碰撞 两个女人的擦肩最为突出 英字穿着红外套上衫 喜凤则穿着绿衣服 围着绿围巾下衫 两人狭路相逢 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女性 如果说英字给望全的爱 像一团伙 鲜活炙热 那么喜凤的爱就像幸运的水 缠绵不绝 面对爱情 望全选择了自己的青梅竹马 但男人需要背负着自己的责任 那就是喜凤 我们不能用看待张艺谋影片的眼光 来看待这份爱情故事 这里没有过度的批判与压迫 这是张天明对一个男人 成长的独特见解 陪自己度过余生的 不一定是曾经最爱的女人 但一定是深爱自己的女人 女人可以为了爱情不顾一切 但男人无论如何 也不能放下贱身的责任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